大家好 我是皮修专卖店 金美一品店的义君老师 我今天要讲100问兼100问的题目 就是皮修破损的话要如何处理呢 好我今天就针对这个问题 提出说明给大家做参考 那当然讲这题目之前 简单一分钟来介绍一下 我们母式专卖皮修的店 已经超过10年了 那当然有提供皮修开光的服务 那我们有卖场 那我们期末拍卖下去 拍卖露天拍卖通通都有 而且卖场下边都可以刷卡 当然也可以来现场试带 来现场看老师开光都可以 所有资讯都在这边都可以看到 来现场我们的官网 月的方式 我们的卖场 全部都看我们的官网 所有资讯都在我们的官网 好今天的题目呢 就是这个皮修破损的话 该如何处理呢 好那破损来讲好了 不是每一个破损 都是破损的这个皮修就没有用了 不是喔 那就像我们有些人他戴手链 那手链的时候呢 才会跟手表啦 或其他的开幕啦 招财户啦 好等等会戴一起 好戴一起的情况之下呢 难免会撞伤啦 摩擦啦 小缺口啦 好那其实这个都没关系 如果很明显的破损的话 当然就不行啦 那老师你讲这样子 这什么叫做小缺口 什么叫做小撞伤 什么叫做明显 什么叫做不明显 我没有办法去做判断 嘿嘿 没关系 不用担心的 购买我们的皮修 就是提供很好的一个售后服务了 你可以把皮修带过来 我老师来帮你看 或者是说 呃我们通常有 我们有提供这个换线的服务嘛 不论你是寄过来 我们有提供永久免费换线的一个服务 那你寄过来的时候我在换线的时候 就会帮你做检查了 或者是说你寄回来加持 那我也会帮你做检查 如果有问题的话 我就会告诉你了 如果没有问题 当然就告诉你说 这个小缺口 这小撞伤 这个是不明显的 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这个不用担心 所以不用担心说 这个当然明显你说这个皮修 呃就是变两半了 当然就是很明显啦 但是如果你不能去判断的话 没有关系啊 你就可以寄回来帮你看啦 那没问题就帮你再加持回去也可以啊 或是来现场 通通都可以的 我就帮你看嘛 这个都很简单 那如果说 呃真的破掉的话 那很明显的破损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皮修招财富 因为我们开口会付这个皮修招财富 你就把这个皮修招财富把它烧掉 把它烧掉 那皮修就可以依照一般的垃圾处理了 好 那有些问啊 他说啊如果我今天不是我们开光的皮修 好 那没什么皮修招财富 那我要怎么处理呢 当然啊你就要去询问你购买的店家啦 或者是帮你开光的老师啊 因为我没有办法帮我没有办法替你的店家 或替你的这个帮你开光的老师 好来回答你任何一个问题 因为他又不是我开光的 又不是这个 也又不是又不是我开光的 好那如果你今天不是跟我们购买 是你自己的皮修来请我们开光 我们也会服皮修招财富 好那如果很明显的破损 不用就不用老师做判断 当然我们不是跟我们购买的皮修 我没有帮人家做判断 好即使你今天是请我们开光 我只帮你做开光 没有帮你做判断 好你开完光之后呢 不是跟我们购买的皮修哦 当然购买皮修我们就做这个 我会帮你看啊 这些等等 他叫做售后服务 他就售后运购买皮修嘛 我们本来就要做一个 这个完整的一个售后服务嘛 那如果你只是请老师开光 是自己的皮修请老师开光 我只帮你 当然就没有帮人家做这个判断了 好因为你只是请我开光而已 好帮你做判断 这是属于购买的一个售后服务 那你就要请这个 你就要请你的店家来帮你做判断了 好说这个是不是破损啊 这些等等 好所以这个找对店家是很重要的 不然那么多人在卖皮修 好你随便找了一家 到时候呢 这个根本 售后服务 没有自行负责 对 好所以找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老师专卖皮修 已经超过十年了 好我们的回购率都非常非常大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售后服务 一几磅 一几磅 两个手一几磅 好所以我们的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跟他讲说 破掉了他马上就说好 老师那我再选购一条好了 都是这样子 为什么呢 他不会想说破掉了他去找别家 不会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就这么有行 常常很多人都跟我讲说 老师跟你买皮修 真好 你们换线不用钱 然后加持也不用钱 然后这个你还帮我看 看这个 呃 皮修有没有破掉 你还帮我做检查 这么好的一个售后服务 每个人来的时候都会跟我讲 对呀 就是选对店家嘛 选对店家非常的重要 不是在这边自夸自擂 真的就是这样 大家可以去做比较 哪一个店家他可以做到 现场可以四代 四代之后可以现场看老师开光 开完光之后呢 好那有问题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个可以现场询问 好老师就现场中 帮你做回答 好否则的话 你不是开光的老师 你怎么回答呢 好说实在 你怎么能够 呃 像包括很多的购物台是一样 很多的卖家 店家的这些都是一样的 你问他皮修的问题 他又不是老师 他如何正确回复你的问题呢 对不对 好 好所以这个 呃 那再过来呢 皮修破掉 我们就通常建议了 好 如果说这个告诉你说 这个已经很明显的破掉 我们就不要再带了 好 因为佩戴皮修呢 就是要保护我们嘛 好保护我们平安避邪 才能够招财嘛 那破掉了皮修情况之下呢 好就是 当然他就他就失去保护力了嘛 他就失去保护力了 就好像有人说 老师为什么哈 皮修是不是破损 皮修 他是不是会对主人不利 为什么自从这个皮修破掉之后呢 就开始呢 诸事不顺了 因为呢 皮修 破损的皮修 不会对主人造成伤害 是因为你带皮修了 因为平常是好的 皮修那你带在身上 他就像一个保护伞一样 时时刻刻的都在保护你 一旦皮修破掉 那个保护伞 当然就没有啦 你就失去 失去那个保护伞啦 那失去保护伞的情况之下呢 当然 不论你就是等于说 负面的磁场 当然就是在干扰你嘛 意外小人破财这些等等 就不断的在干扰你 因为你失去保护伞了 当然你就会觉得说 为什么自从皮修破掉之后呢 就开始诸事不顺的原因 就是在这里 所以为什么如果破掉的皮修呢 我们就赶快呢 尽快选购一个新的 不要让这个保护力失去 有些人这个 像我前一阵子 其实这个是 如果一直都有在关注我们影片的话呢 其实这个皮修呢 大家看这个是比较新的一个皮修 我之前不是带这个皮修 就是因为之前皮修呢 没有注意到 就照着这个不小心摔到了 就换了一个 所以就换了这个新的皮修 真的那时候没有注意到 真的 那时候没有注意到皮修破掉了 然后我就是带 就觉得说奇怪 那为什么觉得说真的 你带皮修那段时间破掉了皮修 你就觉得说做什么事情 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不顺 后来检查才发现 原来我的皮修都破掉了 没有注意到 所以 所以 破掉的皮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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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尽量 我们就不要再带了 我们赶快就选购新的皮修 好来让这个 皮修呢 继续的保护我们 如果你想看更多的皮修100文 就是在我们的 招财皮修 中文网址 招财皮修.t 搭财皮修 搭财皮修